你真靈 你千萬不要因為他很想結婚 你就發了影響 OK 是 看姐的眼神 你在眼中只有真靈了 一直都是啊 我沒有說我天蠍座 我天蠍座我認定一個人 就是認定的 然後如果S也不看好沒關係 我也不想用嘴巴講 我們靠時間來證明 實力會說話 對 時間就可以證明一切了 對 對 我就知道 拜年後 一定是要小鮮肉的 當然我專吃鮮肉 越吃越補越活越年輕 好久不見的真靈 真靈 最近一次看到你 居然是在今天早上的新聞 是今天嗎 好像昨天的 我的天啊 你沒看到 你怎麼看的 那你就知道是這一塊嗎 他約會小鮮肉 然後被拍到 圈內小鮮肉 然後 圈內小鮮肉是明星嗎 是嗎 他剛才點頭 他來過我們節目 誰 他來過我們節目 你可以 誰啊 誰啊 誰 小心誰 那個啊 可以直接講 他知道不是 可以講 因為他直接 他直接混發了 他沒有遺報了 陳木農 帥哥 謝謝你 天賤 他真的帥 陳木農 對 很可愛 陳木沒有農 沒有農 好尷尬 我剛剛小鮮肉 有 你的相應收一下 你的相應 陳木農 陳木 什麼陳木農 那是陳立農 對 那是立農 你不要陷害我的那 會覺得我是你一師姐 他甚至來過我們節目 你還說陳木農 不是 誰啦 那我剛剛講陳木農 帥哥他也點點頭 點到頭 你自己也不做 沒有我們剛剛聽的陳木嗎 我說 對 所以是已經在交往了 然後跟妳有好感還在就是 了解 他比妳小幾歲 六歲半快七歲 所以他現在吸引妳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年輕的肉體 然後體力特別好 然後特別有活力 已經 已經嘗試到體力特別好 代表已經就是很 深的交往了 不是 但是很基本 不是應該要先試一下嗎 OK的話 大家再繼續長久走到 等一下妳不要告訴我們 妳們才剛認識五天而已 沒有啦 超過了 超過了 妳們認識多久了 半年了 半年了 所以就是每一次表現 都非常好 超不錯 但是有一對就是 第一次 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們認識他好久 也跟他很好很久 但他又消失在我們身邊很久 對 他再一次回來的時候 居然多帶了一個人 對啊 厲害 怎麼會這樣 真理 對 我真的 妳還好他解釋 等一下 我們先抽 怎麼回事 恭喜 我們會在一起都是因為S姐 S姐也是沒人婆 真的 認真的要恭喜S姐 要恭喜這個節目 或者是B2哥我這樣講 恭喜 為什麼恭喜 恭喜你 感謝嗎 那 我感謝 對 剛剛有什麼事 我剛剛不認識你啊 因為他不認識你啊 OK OK 這故事說來是這樣子 就是我疫情那個時候 其實在家不知道幹嘛 YouTube就會看一些亂看 然後就 每周你們更新的時候 我就會看一下 之類 可是那一陣子 我大概那一個月 很奇怪 我一直夢到他 我連續夢到他三次 你說就是 都是在節目 可是都是 夢 那個夢的場景都是我在看電視 我在看節目 他出現這種樣子之類的 那個夢是哪一種 約會的嗎 還是什麼 就是很正常的 我在家裡看著我的電視 然後電視裡面 他的那個場景 那麼多班底 就是你一直夢到他 對 然後連續到第三次 我已經覺得有點 怪掉 對 事不過三嘛 然後我就 你有沒有去問說 他有沒有活著 是不是在拖夢 是不是在拖夢 沒有 有危險 這個其實他後面會補充 因為我那時候 在Instagram敲他 然後我們就 變成現在這樣了 第一次的認識 就是在IG上面嗎 對 很巧是那時候 我剛好去媽祖廟拜拜 求說我希望一個穩定的對象 然後他就出現了 然後我們一開始也是 朋友之間 然後一起聊工作這樣 慢慢才在一起 那你要感謝的是媽祖 干我什麼事啊 真的嗎 因為你的節目啊 對啊 對啊 如果你沒有這個節目 Moro他不是班底 如果我沒有在那邊看YouTube 就不會有今天 或是如果你是一直夢到我 怎麼夢到你 那有時候太多了 畢竟我們大學生到現在 太多了 太多了 你原本看節目 你覺得最漂亮的是誰 就如果你真的有可能交往的話 好會的 你當然是我老婆 真的 老婆 他們結婚了 還沒啦 還沒有 但是有規劃 有規劃 有見過這樣嗎 你在規劃 真的嗎 你們才差一起多久 快一年 沒有 真的不是節目效果 你喜歡你七歲嗎 六歲 七歲有點過了 六歲 六歲半 差不多 然後我在中間 六歲半 甄霖真的超愛她 因為我們女生每次在後台 不是在討論一些變美 或是怎麼樣的地 我好擔心我變醜了 之類的話題 然後甄霖就跟我說 我跟妳講 妳就去教個小鮮肉 超滋補 妳知道嗎 妳這樣覺得很滋補 妳是中藥 對 中藥才 妳要先磨過嗎 所以甄霖純純粹只是想要補身體 才跟她在一起嗎 一開始確實是這樣子 她一開始認真的 她一開始是不婚主義者 對 然後我一開始跟她交往兩三個月 我發現了這件事情 我跟她說如果妳是不婚的話 那我們沒有繼續參加 對 我不想要談這種不婚的感情 沒有什麼 對啊 要三十 好認真喔 才要三十而已 二九 二九 我們應該走機的 差不多 所以妳就已經很嚮往家庭生活了 對啊 她比我還要嚮往耶 對 然後不會就是一結婚 妳就很希望有小孩吧 我是不太想生 因為我養了五隻貓了 已經有點累了 我們都把貓當小貓了 你也很痛快 你又不像Rap 五隻貓 耶 習慣了 抱歉 詹林鄭你不會受不了嗎 有時候會 有時候會 對 有時候受不了 我沒有個默契啦 因為我太吵 我就是過動了我ADHD 然後他有時候 我在家裡一直唸一支 Rap 然後他就這樣 我就 他們兩個真的很黏耶 因為他們兩個剛才去那個 我們在外面聊天 然後真的要出來上廁所 然後陳婦還陪他去上廁所 而且他是剛從廁所回來 真的要去 他們兩個還一起去耶 就是熱戀期啊 對啊 天啊 他們很討厭 因為一年一定還在熱戀啊 年七七 好像也是 對 但是我是希望 繼續可以把它維持下去 我希望趕快過熱戀期 因為他真的有點太黏 他是已經住一室了 他會要跟你在同一個空間 我在客廳 他要在客廳 然後我想要去房間睡覺休息 他就在房間來跟我聊天 我就覺得很累 那不然就在我旁邊打電動 然後我洗澡的時候 就他進來 我就說蓮蓬頭就一個而已 他硬要塞進去 對 然後就一起消耗 硬要塞進去 然後我大便的時候 他也要在我旁邊跟我聊天 好熱喔 對 對 我不行 是不是太黏了 你也太黏了吧 這樣真的沒辦法用力耶 對 等一下他沒有自己 可以獨立的時候嗎 也有啦 然後有打電動 對 我的 我不知道我的身體 我的身體 我的腦袋會下意識地去找他 我說真的 我可能在跟別人回訊息 或回工作的事情 走一走講一講 他在化妝我就站在他旁邊了 他問我說妳要幹嘛 我說我也不知道 好啦 好恐怖喔 好恐怖喔 我聽得不覺得浪漫啊 我覺得很恐怖耶 這是服品嘛 這是服品啊 有點像背後臨啊 真的 我知道我有點像背後臨 我覺得他們上輩子 可能有牽扯什麼 不然會一直勾到他 然後又一直被他吸住 有點可怕耶 所以你們這樣大概是同居 半年 半年 差不多 半年左右 可是真令已經很受不了了 快要了 所以自己找藉口開流 去買東西啊 還要溜走 他買個半小時的東西 還可以買三小時 就是他有點像男人 需要自己的空間 然後我有點像女人 就是黏在他身邊 就是你剛剛說 你要去Savet and Heaven 然後其實去外面就是 老娘需要傳統性 好可怕 就是你很需要自己的空間對不對 我很需要啊 那你為什麼當時要答應同居呢 這是被迫的 因為我原本租的那個地方 是我姑姑的 然後我姑姑他大兒子要要回去 所以我就沒地方住了 我的天啊 好可怕 真令 不要 真令 你千萬不要因為他很想結婚 你就 大影響 OK 是 看 看傑的眼神 沈默 如果你真的想跟一個人結婚 你就要拿出你的誠意 告訴他 你真的想結婚 我父母都見過了 OK啦 父母見過也沒什麼大不了啊 是 怎麼覺得你已經在唱隨這一隊了 是 是 好可怕 沒關係 沒關係 因為沈默是一個大風大浪 都見過的女人 對 然後她一時就是沉迷於這個 很青春的小鮮肉 可是到第一年半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小鮮肉實際也沒有那麼好玩 然後萬一甩不掉 你就是你知道 沒關係 到時候 S姐我們再一起去南河會館吧 我沒有去南河會館 對 講得好像你們很常識的 我是在教宅女追劇型的 但是我們今天有統計出 五大同居的NG行為 這個行為會加速分手喔 我們來看一下 你們有沒有中這些行為 我們來看第一條是 家務室分攤不拒 來了 全部都是我在做喔 妳會不會有心有不甘 一開始會耶 但我後面發現 我就是第一個 也不放心她做 因為我覺得她做不乾淨 我會沒有辦法 忍受讓她做 像倒垃圾也是我在倒 我就會覺得她垃圾 那個結就是綁不好 我一拿那個垃圾 就要散開了 可是如果這樣子好 妳們一直同居 然後最後真的走入婚姻 然後家事 妳就知道 變成是在家裡做家事的女人 然後萬一又生了孩子 就是在家裡帶小孩 所以我有跟她說 如果真的有要生孩子 或是什麼的話 一定要請一個阿姨 或是請一個保母 所以這個大家都OK嗎 對 還是沒有這個困擾過 甘願做 我覺得家務室分攤不均 就是要教女生一個小技巧 就是要做就不要念 然後妳可以順便考驗一下 妳身邊那個另外一半 會不會發現 妳正在做這件事情 因為有些女生就是 她其實很可憐 她做得再多 但她一直捏幾捏 男生就會回去跟兄弟抱怨說 我女朋友把家裡打掃很乾淨 但她像我媽一樣一直捏 然後像我就會 因為我個人有點潔癖 我就跟在男生屁股後面 把他隨手脫的襪子或什麼 自己捡去洗 然後試了兩三次之後 我就要看這個男生 會不會主動來說 寶寶妳不要做 這件事情我來就好 或者是 妳自己一個人吃完飯之後 默默地收去洗 妳洗到一半的時候 妳就會一直看外面說 有沒有人要進來幫妳洗 如果他都不進來的話 那妳就要想想看 妳們未來會不會 這件事情都要一直讓妳做 所以她有進去嗎 她都會 而且她是一個心思非常新人 我跟你講摩羯座 妳就是要教她 妳去挖掘她擅長的事情 例如說像我很不喜歡倒垃圾 我就會說妳力氣好大喔 真的 這麼小一包 妳是一個力氣很大的外景小胖子 對 我就說 妳一口氣可以提兩包 然後她就會說 還有什麼東西 一口氣拿來 沒有啦 有用 這跟男生有用 你第一講吧 有用 或者是我在洗碗的時候 然後有些鍋子就會很重 像我們法朗鍋什麼的 然後我就會故意發出很大聲 想 我就會說 這個鍋子我真的是怎麼洗 我這邊都好痛手腕 她就會說 菜瓜布拿來 然後她就自己在那邊洗 然後洗了之後我就說 然後驕傲的那一種 這個鍋子一般男生 是沒辦法一手掌握的 妳可以 然後 她也會想想 然後只要 就會有肌肉 然後會說 摩摩看 我覺得男生 尤其是摩羯座 妳只要越誇獎她 她就會越遠遠一次 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對 差不多 其實很好吼 她就又摩羯又獅子 我知道要怎麼治妳 沒有啦 我現在其實也是看她 平常有時候 做家務很多很忙 我也會盡量幫忙這樣子 但可能幫不上 只是不乾淨而已 乾淨這樣子 再努力 小姐布希莉的YouTube 居然開放會員了 只要加入會員的話 就可以得到我們的專屬徽章 還有機會可以來看 小姐布希莉的現場錄影喔 只是還有機會而已 還有機會而已 我反正有可能 那我們現在來看第二點 因為剛剛是家務室嘛 第二點會加速分手的 習慣 是衛生習慣不佳 這個應該很容易發生吧 對啊 很容易 她是潔癖吧 我覺得 沒有 她看起來就是潔癖臉啊 我也是這樣子以為 然後住在一起以後 我才嚇到 而且她是牙醫耶 其實我是真的有點潔癖 很綠 很綠 牙手不治 很綠 牙手不治 妳可以舉例嗎 沒有啊 我也是很喜歡 家裡乾乾淨淨的 就是有阿姨乾乾淨 但是有別人 沒有 沒有 我跟她住在一起以後 我才發現她就是那種 吃飯 可能吃一餐 她可以用掉半包衛生紙 很愛一支擦一支擦一支擦 擦嘴巴嗎 對 就是擦完嘴巴一次 她就丟一張 擦完就丟一張 因為她自己很愛乾淨 那就是解皮 她身上不能髒 不是 你擦完之後 你可以把它折起來 然後再擦 再擦沒有 那沒辦法 那這樣不是 不是衛生習慣不佳 是浪費 很浪費 對 很浪費之外 所以妳就是抽起來 直接這樣擦喔 妳不擦 她就是抽完擦 擦完擦 就是揉就丟桌上 那妳上大號的時候 妳也是直接抽 然後就直接這樣擦 妳也不會先擦嗎 不會啊 妳不擦那個 可是她會緊承我 妳很厲害 妳很厲害 所以抽了皮膚 大家不要擦手啊 她手就是屎味啊 她會啦 因為她那個要折成這樣 再對折 對折 那大號會折 大號會折 但是 那抽馬桶呢 抽馬桶會蓋馬桶蓋嗎 會 這樣很重要 因為很多男生都不會蓋 不會 你哪會蓋馬桶蓋 坐人設 來 吵起來 蓋馬桶蓋 要蓋著沖水 不會 男生沒有這個習慣的 她沒有 那她尿尿的時候 會不會把那個坐墊 這個會 掀起來一定會 但是我是要坐著尿耶 對 就是有些男生會 坐墊不掀起來 然後就尿 然後就是一定會撒在坐墊上面 對 不行 然後半夜的女生去 坐的時候就 就會坐到尿啊 怎麼是濕的 對啊 她那時候站著尿尿 我就說 為什麼會站著尿尿 她說 怎麼了嗎 對啊 怎麼了 男生站著尿尿 怎麼人嗎 沒有聽音樂覺得怎麼了嗎 這是常識的吧 我尿尿錯了嗎 對啊 我這輩子30年我都做錯了是不是 對 我好像懷疑我自己 對 我就懷疑自己對不對 對 我做過去是怎麼了嗎 我不是一個正常的人嗎 就是我去站著尿尿 我站著尿尿 傻眼 然後很驚訝 就很嚇懷 就覺得我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我好髒喔 我好誤會 好誤會 我一直讓細菌從馬桶噴出來 怎麼會 對 你就覺得很自責是不是 對 就覺得 因為她的反應讓我覺得 好 好不好 因為她曖昧的時候 我去她家 我有看過她做的尿過了 一兩次 然後後來她來我家有一次 她就站著尿 我想說 妳怎麼站著尿尿 她就說 我一直站著尿尿 我說沒有啊 我有看過妳做的尿 她說 因為上次是妳剛上完 然後我就跟著妳做的尿 我說 所以妳不是本來就做的尿嗎 妳不是有三個姐姐嗎 她說沒有啊 我一直都是站著尿尿 然後也不蓋馬桶 蓋沖水這樣 我就崩潰 可是一般男人好像都是 站著尿 站著尿 但是要把那個女生那個作品 對 要擦乾淨 沒有 要自己噴出去 沒有 她沒有 我們會今天擦乾淨的 妳說沒有 我都沒有看到 妳去買那個馬桶芳香凝膠 有一種不是會黏出小花 或黏出熊熊的頭嗎 有一次我就一口氣買了五瓶 把所有馬桶都黏小花 因為男生尿尿喜歡這樣撒 然後我就說 然後後來她就會只尿在中間 那個水域 避免 避開小花 避開小花 妳又要覺得她說 妳尿好嘴嗎 妳都不要等很久 我就會這樣 我覺得依依可以去做婚姻諮商 對 是個假的 又是一個小撇步 我買了五瓶 把整個馬桶黏滿 那個馬桶 她能尿的就是只有一小的 她最很準的 尿髮心尿的感覺 好好玩 妳也很緊 就不會吵架了 我發現 女生洗完澡的時候 妳都會讓地板保持是乾淨 因為我們洗完出來濕濕的 妳會站在那個地墊上面擦身體 因為不喜歡濕濕 其他濕濕的感覺 但是她洗完澡 永遠洗完澡 出來我也有擺一個那個地墊 但是她永遠洗完 我一開門進去的時候 哇 裡面跟煙水一樣 那不是跟洗狗一樣嗎 絕對 因為以前我們家狗洗完澡 就立刻跳起來就 然後就整個地板 全部都是濕的 她也是有辦法洗完 然後地板就是很濕 我甚至懷疑 她是不是直接跨過那個地墊 濕不踩地墊 那很容易滑倒 對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洗完澡地板濕的 夏天我不喜歡把 那個身體擦得太乾 為什麼 因為太熱 吹到比較涼 比較涼對不對 太熱了 然後我就想要站在那個窗邊 這樣自然風乾一下 所以我就會 這是什麼一個奇怪的堅持 所以你是 算浪漫 通完的時候辦屍 然後踩過地墊 然後再踩到地板上 然後走到窗戶那邊 然後站在那邊吹風 扮裸體嗎 扮裸體 享受一下 然後就不太這樣子 你也在這裡不太 好啊 你立刻完之後 要去清理廁所 所以這個我在改 我已經很努力在改 我現在走出來 只要地上沾濕了 我就回頭把它擦開 OK 衛生習慣已經有開始出一個分歧了 要來看下一個NG行為是 水電房租分配不均 這個 這個有可能出現在 年輕的情侶檔身上 你們是 是不是 有評分嗎 對啊 我覺得 因為這算是我主要啦 但我覺得這個還好 這個其實 應該大家都不會有太多 有空誰去繳就誰去繳 對啊 也不會去特別計較說 對 我一定要分 這錢 男生 我們比較主要房租是他付 但是一些雜資 水電什麼管理費什麼 就是我在付 就還是要讓男生感受到 我們女生有想幫忙負擔 不然男生就出去 就會跟兄弟抱怨說 我女朋友都不幫忙的 會這樣 因為他原本也有講說 他可以全部他出 但是他覺得如果 我想要出一些的話 他會覺得好像是有一起在分擔 這個家的感覺 所以我就說那當然沒完 可是家屋就是你一個人在做啊 對 真的耶 可是因為我真的 其實我跟豆哥很像 我在家的時間超少 對 我每天在家真的不到幾個小時 我回到家晚上十點 可能早上八九點要出門 所以你覺得那個水跟電 都是他在用 水跟電 他吹冷氣吹超兇的耶 因為他要風乾了 也沒想到 妳是MVP MVP要風乾攪啊 對啊 都你在吹 你在那邊風乾 那沒關係 我來攪個場 不會啦 我可以幫忙攪一些 所以我覺得這我們還好 所以正琳是你們兩個就是看 就是誰有空誰就去攪 因為他可能都比較忙 反正拿到了 放在桌上 誰看到就去攪掉 那房租是誰攪 房租就一人一半 對啊 就很正常的 一人一半 不會有任何問題 所以目前還不會 為這種事人吵架 不會 這個小小情 好 我們來看下一點 MG行為是 長時間埋在愛好中 譬如說 愛打電動的就狂打電動 對 狂逛網拍就一直 然後不理另外一半 這一點我真的要抱怨一下 你來起訴 終於有這個機會 對 終於會了 愛到了 輪到我了 因為他在家的時間比較長 但我很久以前就有聽他 我們剛剛交往的時候 他就有說 他其實很喜歡打電動 我是喜歡打電動 但我不知道那個喜好程度 到什麼程度 然後反正前陣子 就是有一個很紅的電動 電玩遊戲叫薩爾達 然後他就說 你要不要買薩爾達給我 我說可以啊 那沒多少錢就買給你 他說你先想清楚喔 因為我如果開始打的話 我會很全力再打 會很可怕 很可怕 但是也是他要闖很多關 他會很認真的破關 對 他就是你要打到最後的那種 他會很認真的破關 然後我就說沒關係 反正你在家 如果沒有去工作什麼 你就打 沒關係 我講完那句話我就後悔了 因為我後來買給他之後 我每天回到家 下班回到家 一打一開門 就是薩爾達 坐在薩爾達 薩爾達 這樣 然後 我都很傻眼 然後那陣子就發現家裡的家務 家務都沒人做 所以碗盤越疊越高 就是堆積比較多天才去洗 所以我後來就覺得 因為他真的太沉迷 然後他有時候會打到 凌晨三四點 不睡覺 不睡覺 我覺得這個會影響我的 作息的時間 那他可以自己一個人 去客廳打嗎 所以我們後來分房睡 因為薩爾達的關係 不會薩爾達的關係 才同居就分房睡了 對 因為我都要 我大概都要十二點一點 我一定要睡覺 因為我早上可能早要出門 而且他是很淺眠的人 如果我比較晚進去 他就會被我吵醒 我只要有一點點光 我就會睡不著 我甚至 以前我自己一個人住的時候 那個冷氣啊 在開桌 不是有一個燈 有一個光 我會用膠帶把它填 我也有 是幾度你也會不行 我真的要全暗 我真的好猛 就是要全暗 我才會睡得著 那你為什麼 不要直接戴眼罩就好了 對啊 戴眼罩不舒服 而且夏天很熱 而且他很敏感喔 就是像他比較早睡 我比較晚睡 但一開始我會故意 為了配合他 好的 就一起早睡 但我就是睡不著 然後我就會蓋在棉被裡面 偷偷玩手機 夠一樣 對 會好 她眼睛都嚇掉了 而且我已經動作都非常的小 然後還開靜音 因為你不能有聲音嘛 我已經這麼偷偷囉 然後他還是會這樣子 推我一下說 你在用手機對不對 亮亮的 會透出來嗎 那個光 會 會 而且我背對他耶 就是我背對他 他還是感覺對不對 其實會啦 他很敏感 因為他這麼敏感 他連冷氣的那個燈都不行 可是我剛剛聽了 突然有點想要 因為他打 而且其實不用擔心 因為我有兩三個朋友 他們分房睡 還是生小孩 對 還是有生小孩 因為你還是在家裡 你想要一起睡的時候 還是可以一起睡 可是我覺得他沒辦法接受 你為什麼想這麼睡 家長屋真的太大聲了 那才要不要放睡啊 是哪一種 就是如果有喝醉 喝酒一定更大聲 更大 可是他平常已經夠大聲 是那種會突然間 然後斷掉 真的 然後斷掉 然後我會驚醒 想說 他是不是死 就這樣啊 對 然後還要斷 又開始這樣 然後我想說 頭好痛 然後而且我們有兩隻狗 然後我本來就跟我的狗睡嘛 然後如果他 他就是我們一起的時候 就變成是兩個人 兩隻狗 整個四個人 就超級 你們那個房間還有別的房間 可以讓你分房睡嗎 對 就是比較妹妹喔 就是所以就會 所以我就說 那如果結婚的話 我可以就是 有自喜結婚 我可以分房 他說為什麼要 對 其實我一開始蠻疑惑的 因為我是他需要 自己面對這件事情 就是雖然住在一起 但是他也偶爾會回家 或者是 在房間的時候 他會跑到沙發 我會想說 你在幹嘛 他就一直開門說 怎麼了 他有 就是我再不說 我以為他對他心情不好 他自己跑掉或什麼 就是我自己就沒有空 我後面才了解 那是 我時間 就是他在這邊 對 那是 我時間 那是 對 一個狀態 我會想說 所以你覺得說合理的狀態 應該是兩個人 都一直在同一個空間 對啊 就是 都在住在一起 所以他如果突然不見 你就會想說 他就開始找 對 我也會這樣 來老婆 然後如果他上廁所 上廁所比較久 他也要找 我以前跟我老公 就是他在看那個電視 然後我就在旁邊看那個iPad 女生永遠都是最貼心的那個 因為他永遠電視 就是那種正常音量 然後我都怕吵到他 我那個 吵到是只有一格 就是幾乎聽不到 然後我還問他說 貝比你會不會被我吵到 他說 不會啊 然後我想說我何苦這麼卑微 然後有一天我就把那個iPad 拿到客廳去看 然後我想說太爽了 因為就可以把他架在 那個面紙盒上面 然後就倒一杯紅酒 然後一邊喝一邊看 然後我老公就偶爾出來說 貝比 你可以進來看啊 我說 沒有關係 我想要在這邊 沒有關係 他就說 然後到現在 我就是一直在客廳 真的啊 一直很過癮 而且有時候沉浸在那個劇裡面 你就會有自己的情緒 然後如果他突然講話什麼 就會很煩 打斷 對 很難接回去 OK 好 現在還有最後 我們不好 最後一條囉 來看一下是什麼呢 NG行為 沒有 沒有志祺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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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了 嫌接得很棒 完蛋了 你們會嗎 沒有志祺 對 你們沒有 我們沒有 我們真的沒有 所以珍妮有可能 因為這一點而離開你 沒有 我還是會一直提醒他 時間到了 你要打副本了 你要不要多打擊掌 是他就 我去打運動 就要去打 因為你想要他離開你 對 對 對 而且我都會跟他的兄弟說 你們該約他囉 對 趕快把他帶走 不是因為他就跟我帶你之後 他也會這樣 朋友就會就比較少 然後大家都說 那是馬子狗什麼什麼 有女朋友 是不是女朋友不讓你出來 然後我就說不是我 不是我 他不想當罪人 就是 就是我 對 我也好了 有 只會你約他罪到罪人 所以你現在已經沒有很喜歡 跟兄弟出去了 也不會 就是因為我也不是一個 那麼主動會找朋友出去的人 對 他算是被動 對 我是被動被約 就是以前大家約就OK 但現在約 但他兄弟跟我說 他連就是他們約他 大概說 那一天可能再看看 就比較懶 然後我就說 那你明明就沒事啊 為什麼出去 他想要你出去 像丫頭就說 有加一還加二 我說加一 加一 會準備把你想到 他後面會來 你知道你是加一還加 我說加一 所以現在我現在知道 因為我們的形勢力是共通的 所以就是知道他 我跟顏色的時候 那就是 只是 只是跟姊妹的 不是我們 行線 你知道嗎 你說行線力是共通的 我剛才有人想到我們學 就是共享行勢力 就是我們知道 手機的嗎 對 可以兩個人設在一個行勢力上 就是工作用那種 幹嘛講這個 我 你也很會聽一下 加你一下 要 學到一招 為什麼會這樣啊 他絕對不要共通行勢力 他很不要啊 他很不要是不是 我就同虛了 他還說我管很多 我很黏 你要不要看看其他 不是 可是 我們這個不是互相限制 不能跟客人出外力 對啊 只是知道對方的事情 可以去 對 可以去幫助他 對 或是調整 對 小路 所以是你開口說 我們可以擁有共同形勢力喔 沒有 沒有 就是他原本就有在用 那個形勢力 他就說那你可以加進來 就是比較好 我後悔了 是他已經後悔了 我就後悔了 後悔了 我真的害怕 你不能欺觸啊 你真的只是講客套話 因為我想說有時候 他會一直要問我要幹嘛 每一天 是沒錯啦 每天要幹嘛什麼 他會覺得很煩 然後我想說好吧 那你就加進來 然後我想說我就加幾個 就是工作那種 讓他知道就好 然後後來他還是就是 我會問啊 就是他還是有事情啊 就是他會覺得問很煩 我可能說 譬如說哪間餐廳 我就預約哪個餐廳這樣 他說那你那個餐廳是跟誰 那個吃什麼 然後他就一直 追問追問 然後可能回家 我可能先洗澡 沒有先跟他講到家 他好像是瘋狂打來 嘿 不是 你真的有點控制 不是 你有沒有 人生安全的問題 就是我很希望他 就是只要到家 跟我講一聲他到家了就好了 好啦 他太愛你 就是希望 對啦 他太愛你 只要有安全的這件事情 所以那時候你也在 你是在外面還是在家裡 我在家裡 你在家 你在家裡 他進去 他到家了 對 不是 之前啦 以前啦 就是一開始 還沒住在一起 各自回家 對 還沒在一起 但就是現在就對 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但是我會希望他可以 但他就會說 那還沒結束嗎 就是他跟朋友的結束 好煩喔 不是 我只是檢查一下 他可以繼續啊 他可以繼續 沒有問題 不是 你這個 不會怎麼樣 你這個問別人壓力很高 你這個檢查一下 你不要很開心吧 有啊 有啊 所以你就無情的壓力 婉轉的威脅 對 婉轉的威脅 對 而且這樣姐妹她要出去吃飯 就會很有壓力 對 真的 然後他接到一定想說 你看 他就說 有點壓力跟情緒在裡面 他就是跟朋友講說 我出去就消失 但是我出去就是 可能不會一直回訊息的那種 但他就會一直訊息 對啊 他會一直 我在外面 他就一直訊息 我沒有一直 我只是檢查一下 但是不回 他就開始 檢查 他的檢查 你可以降低你檢查的頻率 OK 是嗎 對 降低檢查的頻率 你憑什麼講別人的 對 對啊 好奇怪喔 好像也是 所以你去男模會館的時候 他會一直煩你嗎 不會 但是他會等門 他會等到我回家為止 所以我就會有壓力早點回家 連酒都不敢喝那麼多了 那你可以去男模會館 他可以去女生的那個會館 可以啊 可是我沒興趣 我酒精過敏 他就是個宅男 我就是個宅男 只是大家看起來以為我很愛玩 對 所以你在眼中只有猙獰了 一直都是啊 我沒有說我天蠍座 我天蠍座 我認定一個人 就是認定的 然後如果S也不看好沒關係 我也不想用嘴巴講 我們靠時間來證明 我們 實力會說話 對 時間就可以證明一切 對 我就拜年後 所以有人有姐弟練過嗎 我那對象就是小我五歲 而且我跟他是因為 一夜情在一起 對 從頭說到尾 怎麼開始的 那時候就是很久之前 我在做Showgirl 她是剛好就請來的外國男模 對啊 然後 真的長得很帥 一百八十三公分 又很壯 之前有在上通告的 美國人嗎 南非台灣混血 南非台灣這樣子的範圍 都在台灣混血 你們先聊 你是不是都還在上通告點 我來看一下 真的幾個節目嘛 真的幾個 代表上我們在上通告 沒有 真的真的很帥 然後又很壯 那是我的臣 台灣的混血嗎 對 然後咧 那時候就跟他認識 然後就覺得 他真的很帥 我就是 想要直接 我想要有任何的責任 對 就跟他約出來 就想說 你主動約了嗎 他有跟我聊天 然後有約 然後我就 直接找他出來看電影這樣 然後結束之後 反正我們就去開房間 然後後來我那時候 真的不知道他年紀比我小 是我趁他去廁所洗澡的時候 把他的那個健保糖拿出來 小龍我五歲 趕快放回去 開始就思考 我好像 小五歲不是很好嗎 沒有 因為五歲也沒有見過世面 你可能擔心 又怕會傷害他 所以那個時候你幾歲 我那時候二十五歲 他二十歲 那這幾年前的事情呢 大概五 五六年 我跟他在一起五年 所以差不多也起 那是他 你沒有人 猜到嗎 是他嗎 我也怕 是這一個嗎 我也怕不然你搞出來 你直接跟我講名字了吧 不要啦 在台灣的好像就這一個 好像只有這個 好像是這一個 是這一個嗎 故事的話真的很值得耶 這個 是這個的話也太帥了吧 是他嗎 不好意思 我手機好 沒有 沒有 好玩 真的很值得是耶 真的耶 很帥耶 我都已經噴火了 他 就是飛去南非 好嫩喔 你還去南非一個月啊 對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 他就要回南非去 見他媽媽 所以你一行之後 你們倆就認真交往了 對 我們就認真交往了 我之後還為了愛 就是丟下我台灣所有的家人 我爸媽都不知道 我飛去南非一個月 就是陪他在南非 就住他家嗎 對 然後有跟他爸媽嗎 跟他媽媽 可是完全就是有不同的文化耶 就其實我去到那邊很痛苦 就是包括我自己是 亞洲人臉孔 在那邊其實很少亞洲人 所以你走在路上 就是被當動物這樣 大家一直看你 然後包括吃東西都很不習慣 就讓我痛苦的就是 那個南非的馬桶比較高 我去到南非 所以便秘一個月 沒有 馬桶太高 踩不到 就是踩不到 對 妳要這樣撐上去嗎 對 怎麼回想的 南非人很高是不是 對 因為南非人真的太高了 就是女生也都很高 可是我覺得在那邊 最痛苦就是 我在那邊待了一個月 可能在那邊 也會跟男朋友吵架嘛 最讓我痛苦的就是 我找不到 姐妹陪我束褲 找不到講中文的人 我那時候就真的是很寂寞 而且台灣這邊有時差 我那時候就寂寞到 我就把微信拿出來 很可憐喔 都躲在房間裡搖一搖 看有沒有 她也在那邊 漂流瓶 對 檢訪中 妳也在那邊 漂流瓶喔 對 超歷史的 那好會是陌生人耶 漂流瓶是陌生人 對 就是陌生人 就是周圍 然後我搖到的第一條訊息 是一個男生發過來訊息 他跟我說 小姐妳好 請問妳一個晚上多少錢 好 但是她很生氣 她很生氣 然後她說到我就直接 手就摔到桌面 妳是不是有放大頭照 是妳的臉是不是 不是 是我那個模特兒的照片 妳當模特兒的照片 那就是很性感的那一種 是 這樣誤會的 然後會發 還傳訊息回來說 不好意思 妳照片太辣了 我以為妳是在賣的 為什麼會決定要分開的 她就是膩了是不是 對 就真的是膩了 然後她後來就是說 我們分手吧 對 她需要一個 新鮮的世界 新鮮的朋友 所以我才讓自己變成這樣子 大男 這也不會被拋棄了 很好 沒有 可是妳這樣 變成這樣 也沒感覺 被你們接 沒有人很接近 是不會被拋棄的 沒有錯啦 沒有人接近的 妳可不可以追別人 我可以追別人嗎 我還是追得到的 只是說妳現在還沒有看到 妳值得 妳想追的 對 還沒有獵物出現 所以剛剛是誰經理 妳是張霖嗎 因為我就是 我的男朋友幾乎都比我小 我現在這個是小三歲 然後我最小的是小八歲 所以小妳八歲那時候 妳幾歲 我二十 她二十歲 然後我二十八歲 然後她之後還在 妳都追她嗎 還是她追妳 是她很真誠地對我 就是我覺得她是對我好感的 然後我可能只是稍微聊一下 因為就覺得 小弟弟很純淨 好玩 就可能 我就說那妳喜歡我嗎 這樣子 妳就會很認真的說 我很喜歡妳 妳知道二十歲的那種 就是 肉皮 對 小鮮肉 小鮮肉她很純情 她就是很容易 因為妳一句話 就妳稍微講一點話 她就已經就是受不了了 但是我跟妳說日本人 因為她是日本人 然後她真的是很紳士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去迪士尼玩 然後我就覺得很浪漫 我想說 那我們又住在迪士尼的房間 而且她真的很紳士 他們是兩個單人床 然後我們就是在 那個房間裡面喝酒 然後喝一喝之後 我想說我就想試探一下 那這個弟弟到底就是 接受獨鬥嗎 試探一下 妳是在台灣的大叫 妳是在台灣認識的 這個日本人嗎 我們是在歐洲認識的 然後他那時候還為了我 因為我在台灣 他還為了我 然後來找我 然後那時候就是 因為他來找我之後 我就覺得 我覺得這個弟弟不錯 然後所以我才去日本找他 然後那天我們就在 迪士尼的時候 我們就在喝酒 然後喝一喝之後 我想說試探一下他 然後我就 跨在他身上 我 你這個 你這個 不是試探 不是試探 你這很直 他不是提侈你有酒喝嗎 他也是PASS了嗎 提侈你為什麼有酒喝 真的 不是試探 你這個是 你老實也知道是酒喝 你不是在想碰他吧 沒有 重點是 我就清他了 然後 所以你把他拿上 然後一釘啊 超明顯的吧 PASS不是試探 你身邊在外面 還有報名在頭吧 然後我清一清 然後我就想說 我只是試探他 然後清一清 我就說 好了 我要去洗澡了 然後我真的是不是很遙遠 對 不然你住了 這個超明顯了吧 對 不是 就跟我們 然後重點是 那一個晚上 我們兩個睡在兩張床 他都沒有對我怎樣 我就覺得真的 男生好純情喔 我真的覺得 等一下 那你跨在他身上 跟他親嘴 是只是碰一下 一直說真的是有 真的有蛇紋的那種 然後他也沒有任何反應 他沒有把你推開 對 還是他覺得說 迪士尼是一個 充滿同屑的地方 沒有這種 預舉的行為發生 他哪裡還在想 子迪妻啊 什麼 但是又主動 我點到為止 等他對我主動一點 然後我就去洗澡 然後就睡覺 然後 吵太酸了 吵太酸了 他會現在過來吵 吵太酸了 他很緊張 我現在睡姿怎麼樣 就這樣 就起來這樣 對 睡爆了 然後那個男的 也在睡嗎 他也睡啊 然後 那你不會很想罵他嗎 會啊 就其實我就想說 他到底是性相有沒有問題 他是不是只是 就是只是純情的 喜歡一個大姐姐而已 其實他性相是有問題的 然後是一直到 我們真的確定關係之後 我們才有發 什麼確定關係 就是真的有在一起 那時候都只是曖昧而已 就是確定我們是男女朋友的時候 他才 我們才發生關係 太男女了 對 我就覺得很加分 所以一說 我們現在是男女朋友 然後就 你又講一關 真的 你又講一關 因為她是 很陳情 她的世界就只有妳的那種 哇 然後教我多久 也快一年 但是因為是遠距離 真的很痛苦 其實我覺得真的 分手的點是 我們兩個差八歲 真的差很多 就是她都會跟我說 我現在在大學 讀書什麼的 然後加上她的家人發現 就是她有一個女朋友 大概八歲 然後她就整個崩潰 嗯 差不多就整個不行 然後我覺得說 我們真的是 就是差很多 環境差很多 不然我們讓大家講一下 你們當時當Showgirl的時候 到底有多搶手 因為剛剛那個已經 妳講了說妳是那個 御用三年 然後其他人呢 我覺得我當年 我十年前真的很風光 我那時候是參加成人展 然後因為長得太像 波多也結衣了 妳說成人展 就是展一些 媒體說的 成人展就是會有一些女優 然後一些情緒的用品這樣子 第一屆成人展就是 波多也結衣來台灣 那時候我去擔任Showgirl 工作人員一直以為我是日本人 我就直接跑到後台 去跟部隊結衣合照 然後那個時候媒體就是 幫我下了一個很威的標題 讓我爆紅 來 這個 菲姐 我要上字幕 我最風光的 那個標題就是 可是妳就後製講 對 後製 不好意思 後製 後製 她都沒講 這個喔 妳要寫什麼 妳要講清楚什麼字題 好 那個標題 到現在還搜尋得到 OK 它上面寫說 台版波多也 真靈書胸 尬本尊 所以就是 這位林志玲 然後 尬本尊 而且蘇哥尬本尊是在頭頂 對 然後尬本尊 那你字體要什麼字體 毛病 字體 有氣勢磅礡 出體 要有邊框嗎 出體 麻煩後製 幫忙一下 我那個時候真的是 因為像波多也結衣爆紅 然後那個時候就接到很多個案 只要是請不起波多也 人都會找我 因為通報會差兩個鈴 三十個女生看到不對勁 就跑 然後 媽媽每個都會長到鏡頭 然後看那什麼事情 可是我從頭到尾就是被騙了 我們真的被騙去看你 妳自己騙太大了吧 真的騙很大 然後我還很生氣 事後那個廠商 就是聯絡不到 我說這個錢不管怎麼樣 錢一定要給我 因為這太羞恥了 等一下 妳到現場 趴在這個店的時候 妳還是有意思 妳說抗議開 沒有 我就馬上跑了 但是其他人在抗議 我就嫌老婆 其他人還真的抗議喔 對 因為他們就是 會比較聽話 可是我看苗頭不對 我就覺得快點跑 然後我一跑 記者就追出來了 其實好像沒事 妳在房間還會貼 自己當時那個 秀哥的照片嗎 沒有 我當時坐車仔 因為它那個衣服 都是量身訂製的 然後他做完那個巡迴之後 他就把整套衣服送給你 還有連衣袋什麼都送給你這樣 我記得我留了幾年之後 這是妳嗎 對 是妳喔 是我 我們當時很辛苦 就是坐這種車仔 就是如果 還要主持嗎 好不像 對 妳剛才答案 妳要主持喔 我這一場 譬如說我們每個整點 都要做一次 就出來表演一次 妳要跳舞 妳要主持 妳要介紹所有車子 對 然後妳要跟觀眾互動 然後一整場坐下來 大概四十分鐘 妳大概下去休息十五到二十分鐘 妳下一個整點又要開始 我覺得最可怕的是 妳要介紹車子的那些什麼 性能什麼什麼的 對 而且它一個品牌 它可能會展十台以內 大概八 八台十台車 妳每一台性能 型號妳都要背起來 所以如果講錯會怎麼樣 妳完蛋了 因為廠商非常在乎這件事情 那它會扣妳薪水嗎 還是... 它可能會讓妳那天演出沒有錢 它會跟妳的公司抱怨 對 是真的 妳五跳錯就算了 但是妳講介紹不可以 對 不可以講錯 所以要上台主持的時候 要先跟大家打招呼 要 然後先要讓場面整個熱情 對 會先有一個步驟 我們叫做 就是把大家凝聚過來 對 就是一定要先大概 可能花可能三到五分鐘招呼 所以招呼要用什麼招 招呼就是 發禮物 對 基本上 沒有 我們這邊有禮物要送大家 趕快來講 基本上會去展場的人 他們大概有八成都是要拿禮物的 所以只要看到之後 這邊舞台要開始了 人就會慢慢跑過來 可是難就是難在 因為假設廠商可能準備了 原子筆跟便條紙 然後妳就放一袋 可是妳就要想辦法 讓拿過的人 還願意再跟你互動 那怎麼辦 怎麼弄啊 這個最簡單的就是 妳一定要拿一個 不透明的袋子 對 然後拿一個不透明的袋子 好圓 從來沒這麼簡單 這個模仿 就是這麼長的嗎 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 妳一定要用妳的手 把整個禮物包起來 不要讓她跳身手 對 那我一小小的人怎麼辦 就用去一個比的頭 然後還要一直時不時的暗示 等一下還有別的禮物 對 等一下還有更精采的 一直要營造那個懸疑感 是不是 對 然後要不然就是 妳要利用現場的表演女生 因為有的會穿比較 就是身材比較好 可能穿暴乳或什麼 然後腳很難 妳就會說 少婷要跟大家打招呼了 然後少婷就拿麥克風說 大家好 然後她那個胸部就會炸出來 然後男生就就圍過來 就沒有送禮物啦 所以主持人旁邊 會搭一個表演女生 不一定 你要自己去抓 你要看現場狀況 然後看怎麼樣臨場反應 然後去跟她們 那表演女生 我不配合妳呢 應該是不太可能 他們都很想玩 對 所以妳Cue他們幹嘛 他們會非常地開心 真的啊 對 可是妳看 因為像 在展場大家其實身材都很好 可是我真的算是 我們那個時期 小數是A罩杯的 A罩杯可以當表演 可以啊 我就是少數是A罩杯 但是我的活動還是很熱絡 很熱絡的 為什麼 我就是一個靠實力的人 漂亮 有妳跟手展上的上面嗎 我的手很大 可以把這盆又包起來 妳就用不透明的帶來 還有 對 還有一些小招式 可以啊 但是妳世界 有跟常常說我手很大 看一下少婷 我可以穿禮物 我那個時候做這家HBH廠照 也是做了好像大概六七年 練完美少女 我覺得妳應該是樣子很可愛 所以那個宅男會喜歡的 然後因為我很愛笑 所以在展場他們拍照就會覺得 都會可以拍到那種 就是有笑臉 開心的臉 然後我記得我那個時候活動 就是非常的熱絡 然後因為展場我們都是 我的舞台可能對面 就是別家的舞台 那我們就會把時間都錯開 我是整點妳就是半點 對 不然大家對答 對聲音都會很辛苦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因為 我的活動實在是太熱絡了 人超爆多 甚至還滿在對面的舞台上 所以不爽嗎 沒有 我覺得一定是他的戰苦同好 不是 沒有 你想知道他戰苦同好 沒有 你想知道他戰苦同好 沒有 你想知道他戰苦同好 真正的帥哥耶 對... 財憲人 你好 現在過去打個招呼才對 好多人 我們摸一下 好香喔 笑聲叫 你還在外面的女生 好香喔 帥... 我們要我們要... 我們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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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對 覺得這場面也會失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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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里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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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太女好了 你會不會有自卑感... 為什麼你... 他讓我一拳 然後對我的笑容很有禮貌 就是你知道了吧 歡迎文耀明 居然座 又欣 這就是真正的帥哥吧 柴杰 有 帥哥 女生同意嗎 非常 是不是光看她們的臉 就不用講話也OK 不用呼吸都可以 不用呼吸 這邊開始變熱 空氣有點吸飽 所以三個男生 甄霖妳喜歡誰 都還滿喜歡的 一定要選一個陪妳一夜 陪我一夜喔 不動喔 那個人碩 人碩 你跟他很熟啊 還是人碩 好親密喔 人碩 沒有你晚上就熟了 妳從哪裡開始喜歡人碩的 就他的氣息帶點一個 壞壞的吊 壞壞的 不想要壞的喔 對 可是妳不覺得 王陽明也很壞嗎 他也壞 但是 比較年輕的壞 比較成熟的壞 所以說他比較老 成熟 很重 沒有 王陽明那個壞之下 他其實感覺是一個乖乖牌 然後鎮人的時候比較不羈 好像很難控制你 你是不是很難被人控制 我不喜歡被控制 但我喜歡控制人家 甄霖好喜歡 甄霖最喜歡 甄霖很喜歡 甄霖是我 就是說你會講說那種就是 你是我的女人 或者跟別人在那邊勾三大四的 你會講這種話嗎 我會 我一定會啊 我一定會 但是 你對甄霖講一下 對著你講一下 狠一點 狠一點 壞一點 坐過來 不要叫我坐那邊 你坐過來 快坐過來 厲害 這可以嗎 坐 靠近我一點 你幹嘛 靠你旁邊就幹嘛 壞不壞 好壞喔 所以你真的很戀愛耶 好 請回來 我去 你就坐在那裡就要回來 而且 不要回來了 她很清醒 不要坐在那裡 妳不坐在那裡 好 你們 我們在錄影 請外面的女生 不要吵好不好 外面的女生 外面裡面的女人是誰 什麼都在陌生人 我們的工作人員 有些是編劇 你不是編劇嗎 你這邊 寫本 寫本 不會 而且還戴著口罩 什麼 你竟然都說 你把腳本刪掉 對啊 你等一下那個 手離開那個口罩 你等一下大字 不然我沒有往下跳 妳就完蛋了 寶寶 那 三個男生喜歡誰 我也是很喜歡 正人說 妳也是喜歡正人說 因為他笑起來的時候 就是會有一個 因為妳是寫 有什麼罵 有一個寫笑 妳真的好歪了吧 因為最近有中風 所以有一點這個東西 因為寫笑 妳就會覺得好像他有故事 妳也希望他罵妳嗎 對 我就好想要 哪一種罵 霸氣的 霸氣 叫哪一種 跟爸爸幫你壓住 對 就是要那種 壁咚或那一種都 隨便都好 就幫你壓住 就幫你處我的 對 這樣有一個那一種 Fanny也很紅耶 來Fanny 快... 等一下... 有他... 有他Cue你 是嗎 太心情 他叫人都很凶 我要先高冷 對 你要... 很快地叫他 很快地叫他 過來啊 你幹嘛 過來 你坐在那邊幹嘛 你還摔倒丟臉 真的耶 而且他剛剛有點口水噴到我 好喜歡 抓東西對不對 好像不能逗獻 不能逗獻... 又壓制他... 對比你抓得緊耶 好... 我今天可以坐這裡嗎 不行 好 就換蝙蝠吧 就... 剛才... 我今天有常常在學藝術品房 怎麼樣 有感受到 他的男人味嗎 有 而且我很喜歡男生 就是身上不要有怪怪的味道 因為如果有些那種 就是香水太濃 那個反而會蓋掉 他本身的那個帥度 所以你有聞到他身上的味道嗎 他就是男人味 你男人味 男人味 男人味 他可能衣服沒有洗乾淨 會透出一種頭皮味 他沒有 他很乾淨 很帥 OK 好 蜜蜜蜜蜜蜜蜜也要選了 你是喜歡選 我是Sony哥 因為我們其實有一起工作過 但是我們工作的時候是在 就是因為我的師傅是 就是Sony哥現在的造型師跟化妝師 然後那時候 剛開始看到Sony哥的時候 我是真的會很害羞 因為我對於 就覺得怎麼會有人帥成這樣是不是 太精緻了 而且我們那時候是一個 是不是 建制比較像是那個 然後它是精緻化是不是 實體派 方妮哥比較 他真的是我的那個 頂標啦 頂標啦 你這樣講 你回去面對建制 你不會很過 我們認識很久了 可以啊 認識很久了 我跟建制也認識很久了 只是我現在不知道 怎麼跟他講話 我現在也很尷尬 可是我感覺好像建制是 三歲小朋友畫出來的臉 然後他畫是一個用什麼 出國的大師 然後金絲畫出來的臉 沒有啦 但我很喜歡哪一根刺青 我要說 就是桑妮哥的刺青很好看 你的刺青在哪裡 手臂有嗎 手臂 兩隻 之前有換 之前幫桑妮哥換衣服 我都會偷看一下 你裡面是背心嗎 裡面 耳道這邊 然後屁股 大腿 腳底 這次我們看一下屁股大腿 你 幹嘛這麼客氣啦 大家都認識這麼多年了 這個就變成 什麼 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秀了 好啦 怎麼辦 我覺得又希也很帥啊 為什麼沒有人選他 好 那你過去讓他壞你 又希可以罵我嗎 又希 我叫你過來就好了 好不好 過來 腿上座 你可以少他巴掌 他真的會坐喔 他想衝過去了 糟糕 志榮 你為什麼叫我上腿坐 我就要上腿坐 坐不坐嗎 為什麼這樣坐 你會很累嗎 你在那邊 妳弄他個屁啊 你臉紅耶 你臉紅怎麼一回 我覺得你們兩個最搭耶 搞半天嗎 很搭耶 你為什麼要亂摸 對啊 你為什麼要亂摸 陸戲了 好了 你三個 現在真正的偶像教母 要選出他覺得 怎麼我也要選 當然 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是最銳利的 OK 不是 我們這種 都是很公平的 如果今天是試鏡 看角色才決定誰最帥 今天就沒有管這些東西了 那我選他們帥以後要幹嘛 就玩一下啊 那就更確定 因為我們是別種節目的 我們才算節目 我們這集沒有要報警中啦 玩哪一種呢 就是像跟他們一樣演戲一下 所以我等一下要坐過去嗎 我 我們坐過去 我們可以 上位置 地位高 那我就直接這樣 過來 好 好 好 我來安排 好像就是你是找 你是製片人了 OK 所以現在三個男生 要來爭取這個角色 對 對 你們三個要輪流過去巴結他 用不同的方式 好 然後就是要爭取這個角色 可以 有可能得金馬將 好 有沒有優秀 優秀 優秀 對喔 真的假的 真的啊 是為了要得到這個角色 對 而去 對 接觸 那我不客氣喔 好 好悶 褲子要幹嘛 褲子 對 褲子要幹嘛 戒了衣服比較鬆喔 不好意思 其實我不太會 巴結 我要怎麼 隨便 你可以用各種方式 叫我柴姐就好了 柴姐要換拖鞋這樣子 然後按摩腳 不用 坐著聊天就好了 好 柴姐你可以認真一下 他表演各種表情什麼的 我覺得他很適合演那種 內心有黑暗面的壞 就是你把他 你們兩個本來很相愛 然後他可能跟你說 你為什麼不娶我 你就說 我不是跟你說 我想結婚嗎 然後你把他壓住 演這麼激烈啊 好 會不會太激烈啊 你們覺得很好玩嗎 通常試鏡的 通常我是在旁邊看的 我應該是這樣 我是導演 你過來當你演員的師傅 你幹嘛講說不想要啊 他還拿站起來 不是 我是導演啊 我覺得我今天頭髮有點扁 所以呢 沒有 Jerry你想嘗 Jerry會不會想嘗試一些 不要是 你平常的風格 對 我一直很喜歡 那種 古裝 敦煌那種 仙女的那種風格 那種飛天仙女 敦煌仙女 敦煌舞蹈 你可以勝任的表嗎 我可以的 我覺得拍那種風格的很棒 就是可以融合舞蹈 還有大自然的美景 然後還有古裝造型 你會跳敦煌的舞蹈喔 會一些 真的就真的有 挑了兩位 不是妳團的 對 然後去拍他們 心中 夢想中的照片 所以現在看誰的 先蜜牙的好了 我自己都沒看過 入選了 我笑很尷尬 妳要提醒 我 來了 好 把臉遮住 我下次 然後聽我聽到 CALLS PLAY 咒術鬼咒 好 趕快 到了 三 二 三 二 二 三 來一張 走 跟一個 男藝人一起喝 拍點喝行程 我最想看誰拍了 巨石槍是怎麼啦 好 來對不對 撒嬌 好 閉眼睛 今天圓了我 被胎 很期待做你 今天 可以傳給我媽 要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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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娃 好可愛 妳感覺像十三歲耶 十三歲 真的很可愛 妳成功了 我成功了 可以出寫真了 好可愛 有點可愛耶 咪啊 這就是妳要的嘛 是不是妳想要的風格 對 我那時候 就是看到 就是想要拍清醒的感覺 看看 因為就很怕以後 沒有機會拍了 為什麼以後沒有機會拍了 就怕 就是四十歲還想要清醒 可是妳一直都是這種 妳本來就是臉 但是這個 妳一直都可以拍 對啊 妳如果四十歲 還是長這樣的話 就還是可以拍啊 我希望可以 就是一個紀念 所以這組照片 妳有給劍志看嗎 我自己現在 才看到 所以知道她劍志 妳很喜歡的 我現在才剛看到 妳趕快傳給大家看 好 我等一下都畫了 而且這一系列都是 周上大師拍的對不對 是 是大師拍的 很可愛的耶 可愛 好可愛的 每張都很讚耶 謝謝大師耶 好欣欣喔 很成功耶 而且完全看不出來 你執法耶 其實我好像是 感覺髮量超多了 執法就變多了 對 還有嗎 成功耶 大概是鞋 好 接下來 我很期待 因為真靈竟然要 扮敦煌的仙女 對 也是周上拍的嗎 是 妳今天跟我講是成功的嗎 非常成功 我還沒看過 我剛剛有看到 太厲害了 真的很厲害 這次完全不是真靈了 是真靈 但是非常那個 風噪味都沒了 完全沒有 是真的很敦煌感 妳會想要跟她拜嗎 我會想去模拜她 真的這麼成功 好 我們來看一下真靈 很有架式 非常有架式 好像扮冰冰喔 我是范冰冰 對不起 辛苦你們了 這個超難爬的 這是怎麼回事 3 2 1 我是 武則天 3 2 3 當古代人不好當 我不想當武則天了 很好 總創幫我 圓了心中的一個夢想 當仙女 好 來囉 3 2 1 好 來囉 終於收工了 我解脫了 好鮮喔 這不是西遊記裡面 西遊記裡面的妖女嗎 這個 哇 好爛喔 整個都是西遊記裡面 要那個啊 要細 要吃糖生的妖女啊 白骨精 對 要白骨精啊 對 可以伸到嗎 然後那個豬毛蟹 就有人說 依賀好美 好美喔 然後 然後 然後等他到了晚上之後 你們就會這樣 好強喔 好強喔 你騙不了我的啦 這唐生一開始就知道 是妖孽 好難喔 很美耶 我那一天 整個景很漂亮 但是唐生不會上當的 拍到那個頭套超緊 頭套 這招很厲害 真的很強耶 這個是已經包完了 你知道嗎 他們已經要獻豬邀請了 然後那個 就是那個唐生已經說 我們快離開此廟 此廟不對勁 然後你們跟藝人現在說 是不想走嗎 然後拍完之後 之後之後 這樣有沒有 就這樣子 我那一天 拍完 沒有化完妝 我手機飛上ID就進不去了 對啊 看我不會全部倒 不是 你就對了 你真的要不給我進去 這一系列拍攝最難的地方是什麼 最難的地方 其實真寧這一組 其實是難度很高 因為它 要在大太陽下 然後我們特地挑了一個 草榻沙丘 那那個地方其實風跟沙都很大 對 所以其實它是一直要被 那個吃到風沙是不是 那一天的風其實稍微小一點點 所以它沒有被 風沙搭到臉 可是就是該飛的那些絲段 都飛得很美耶 對 我們當天造型師其實很給力 也有幫忙飛了一下這個沙的 然後尤其剛才那兩條 紅色飛出去 對 它這麼對稱 是怎麼弄的 對 這是怎麼弄的 這個我是 就是剛好走進去的時候我就看 我就想說我來沙漠 我有一點叛逆的感覺 我不想完全拍沙漠 所以我看到這個樹枝嘛 有很多 我就想說這可以掛 高著的 它是掛在樹枝上 對 掛在樹枝上 可是感覺很動態耶 對 可是你又會覺得 唐生不會上當 太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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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心裡拍的時候 已經說 每鬼每蛋 我是不會上得到 你什麼 你為什麼會想吃到我的肉 真的 對 為什麼會想 所以攝影 周上大師還是很厲害 什麼都聊 什麼都不奇怪 這句話好老派 快來訂閱小姐 不細地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 鈴鈴